今天有一个负债的一个网友咨询一个问题 这个失信执行人的这个身份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吗 老赖的这个身份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吗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就是大部分这个失信执行人名单 就是如果你到五年以后 这个查实到你名下还是没有任何一个财产 这个第五年的时候它就要中本了 也就是说结束对你本次的这样一个强制执行 上失信执行人名单的这样一个惩罚了 但是后期如果它追究的 你仍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缓缓能力 它依然还有这个权限 要求你继续偿还这个就是欠款的 你可以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说呢如果你一直没有任何的一个财产 名下银行卡也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流水 它有可能就是中本了以后 只是这一次的一个失信的这样一个记录 不再继续对你进行惩罚了 但它这个债权关系是依然存在的 你只要是这家银行的欠款你没有还清 它就是证明你的确是没有能力就还 和和销的概念是差不多一样 营业上是停随停速 不再为你追究这笔欠款了 但是你的债权关系是依然存在的 人家有权利对你进行追偿 只是说他现在不对你进行追偿 仅此而已 那这样对这个望外借钱的这样的人 也是挺不公平的 你可以拥有这个继续对他进行追偿的一个权利 你如果随时要求还去调查他名下的一个财产 或流水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大部分人就觉得挂着一个老赖的身份 对不对的确是对自己的出行各方面 都是非常不方便的 但是如果你名下确实什么东西也没有的话 他最多就是执行你五年 五年以后就自动中本了 目前来说 现行的法律是这么来规定的 老赖的身份不会跟随我们一辈子 但前提是你确实没有任何能力去还款 大家听懂了吗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